目前我认为丹麦央行不会对外汇市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我们预计丹麦央行将会保持现有的政策不变 加科布在2016年夏天 人们所谈论的最热门的事件就是英国退欧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不是英国退欧对英国经济造成的后果 而是讨论一下对于丹麦经济会有哪些潜在的影响呢 目前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我们得到了一些商业和消费者调查数据 数据相对的稳定 这意味着至少到目前为止 英国退欧并没有对丹麦经济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目前的数据 如果欧洲经济整体上受到英国退欧公投的影响的话 那么丹麦经济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至少到目前为止 欧洲经济整体上很好地消化了英国退欧危机 所以丹麦经济也是同样的状况 好的 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货币 在英国退欧之后 英镑表现并不好 出现了大幅的暴跌 而欧元的表现很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我们来谈论一下丹麦克朗 英国退欧它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吗 在英国退欧之前的一个月 以及在整个夏天和春天 丹麦克朗的价值都相当地强劲 丹麦克朗对欧元出现了升值 于是丹麦央行不得不出手 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卖出丹麦克朗让它保持对欧元的稳定 而这发生在英国退欧投票前的几周和几个月里 在公投结束后的几天 我们认为丹麦央行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干预 这是为了防止丹麦克朗继续地走强 但是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我们在7月份 可能在整个8月份 也同样看到了丹麦央行 并没有做出任何形式的干预 丹麦克朗再一次地出现了小幅贬值 这也就是说 由于英国退欧带来的不确定性 是非常短暂的 目前完全地没有对丹麦克朗 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的影响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你提到的丹麦央行的行动 在未来你预计 央行将会实施怎样的政策呢 你认为他们会进一步地实施干预吗 首先我认为 丹麦央行将会或多或少的 参考和效仿欧洲央行的政策 但是我们看到丹麦央行 也已经单方面地实施了一些政策 例如说让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 2015年年初 也就是在瑞士央行宣布放弃 和欧元的汇率限制后 丹麦央行进行了大幅的降息 一些人认为 在英国退欧公投期间 同样的事情会发生 因为丹麦克朗将会再一次 对欧元出现升值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目前我认为 丹麦央行并不会对外汇市场 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我们预计丹麦央行将会保持 现有的政策不变 丹麦目前的存款利率是 负百分之零点六五 预计这样的利率会持续保持下去 如果欧洲央行决定下调 欧元的利率的话 丹麦央行很有可能也会效仿 从而进行降息 贾克布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为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见解 不客气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北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再见